好 政府为了要打房 所以就寄出了相关的措施 但是在台南有一处高铁特定区里面的 预售屋建案传出有上千人要抢买 想要参与预购还要小出十万元的支票 当作是定金 这也引发了内政部的关注 在昨天是特别南下 会同了台南市政府来做联合的稽查 发现说这个购物证名单当中 并没有经纪人签章 销售现场也没有把建案里面的内容 说得很清楚 这很有可能就涉及到了违法 因此将会深入来做调查 对此建商则表示 一切尊重主管机关 但是也强调在现场预定方式 其实都会力求合法 从这头排到另一头 床内大爆满 床外的人容也很可观 想买房还要拿号码牌出签 这是台南高铁特定区 一处预售屋建案 地点就在高铁附近 附近的民众对这里前景发展 很看好 不过这无惧打房 千人抢买的状况引发热烈讨论 抢购潮同样也引起内政部的关注 会同台南市府联合稽查 发现说明会现场没把建案的内容 说清楚一次用夸张的宣传手法 营造抢购气氛 他大概有做一些广告 那吸引了蛮多的民众 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涉及到 期望民众的部分 那这是属于公民交易 那既然是销售的行为 他必须要有定期外的契约 而且要有经纪人的签章 那这个部分都没有 不过业者对此表示现场预定建案的方式 都力求合法 究竟有无涉及不当的手法来销售 趁机烘台炒作 地震局将深入调查 如果有违法也将依法开罚 提醒民众买屋看屋前 务必多方打听审慎评估 避免因为跟风抢卖 导致因小失打 华市新闻 刘翰生谢玉昕 台南报导